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第一线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 因此新北市汐止区长青里内的一间公庙 就准备了素食便当200个要给区公所的防疫人员 而所有的便当都是志工一大早做的 希望小小的心意能为他们加油打气 新冠肺炎从过年后开始蔓延 这段时间全民防疫 尤其是站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更是辛苦 汐止区长青里长在上个月送茶叶蛋送暖之后 里内的慈圣佛堂也主动提出 希望也能够为防疫出一份心力 所以这一天准备了200个素食便当 由里长代为转送 要感谢辛苦的防疫人员 我上次在征送给防疫人员 为什么没有找他们 他们也想来做这个七块 那刚好我在那边聊天的同时说 那刚好也可以送给公所的防疫人员 因为公所事实上很辛苦的 例如发觉李甘叔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外 他还要送防疫包 还要每天做宣导 包括现在的社会人文课一样 你看那身心纾困 一堆好像双 很感谢我们慈圣佛堂 还有我们长青里陈建新里长 体恤我们这一次的防疫这一块 一月到现在其实大家也尽力 来这样子做这个防疫的工作 素食便当很有爱 是几位志工一大早在庙里面的厨房 准备的从洗菜煮饭到最后包便当 要赶在中午前送到西子区公所 希望一线防疫人员吃着热腾腾的便当 补充元气继续为防疫打拼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组人上来 专程上来做的 虽然素食 但是我想做得很精致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也慰绕一下防疫人员的辛劳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很多里长 我们的宫庙 我们地方的社团 其实也都很体恤 那个工作这边 我们真的很感谢 整个西子区跟我们的关心 那今天就是慈圣佛堂 提供我们同仁这样子的一个 中餐的一个便当 那我们很感谢 慈圣佛堂的协助 有青菜还有当季贵竹笋 最重要的是 有志工满满的爱心 这段期间 各界陆续的送上关怀 有防疫物资 还有暖心食物 当天西子区长也颁发感谢状 感谢慈圣佛堂 对防疫人员的支持与关心 这次从慧玲 西子采访报道